啊 九哥你怎么 怎么 你误会误会 小心 好歹共患难一场 总不能看着你一个姑娘掉下去不管 老子豁出去了 好歹共患难一场 爹 爹 爹 今天不愧是荒道今天 躲过宫里的那些二墨出来格外顺利 许看看 走 你看 把他们翻过来 二皇子 属下参见二皇子 是一和之隔的 夜宵族的王子和公主 因为仰慕我族 宗学风采 才一路游学至此 不小心伤了二皇子 二皇子为何要编造这样的谎言 看来真的是误会一场啊 让你们二位受苦了 二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那我族应该好好招待 谢女君 谢女君 既然二位仰慕我族宗学 那就赐你们兄妹二人 入住宗学的疾风院 一来可以成全你们 全权好学之心 二来也方便 两族幼小之间相互切磋 二位意下如何 谢女君如此细心周到的安排 我们兄妹二人感激不尽 定在宗学好好学习 母君 那儿臣这就带他们前往疾风院 去吧 去吧 请 走 走 走 你们 去门外等候 是 方才在大殿上多谢二皇子大救 只是有件事情实在是不明白 二位可是疑惑 本少为何出手相救 实不相瞒 本少如此做 也是有私心的 有何私心啊 本少私自出谷 若是被母君知道 定不会轻饶我 如此一来 你们二位可以幸免于难 我也可以免去责罚 还请二位替我守住秘密 二皇子放心 只是 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出谷 怕是 要再等上六十年 六十年 要这么久啊 这个 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比一鸟族子化生以来 一直十分娇弱 稍稍沾染红尘的浊气便会染疾 所以 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 历尽谦心 寻找这个范英谷 领着何族人 遁居于此谷中 可是 这跟我们出谷有什么关系吗 你先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们谷内核心之处 风有浊气 若是经常开谷 浊气有外泄之位 范英谷一旦被污染 四海八荒便会有危险 所以范英谷 一甲子才开一回 一回只开短短的一瞬 小小的一缝 方便那些往来谷内办事的 九重天仙史通行 你们掉落之时 正是开谷之日 那有什么法子可以出去吗 即使天上最有慧根的仙史 想要钻进缝隙 也要足足练上三千年 这么久啊 你们也莫要着急 我们这般相识 也算是缘分 在下相礼盟 还不知道 二位的名字呢 你叫我小九便好了 小九 好极了 你借用的夜宵族公主的闺名 也带一个九字 名九哥 以后 你再范英谷用这个名字进出 会方便一些 那我便叫你九哥好了 好 如此甚好 这疾风院分为东西两个厢房 二位可安心住下 有任何需要 吩咐下去便是 还是二皇子想得周到 叫我蒙少就行 不知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小燕壮士 你叫我小燕就行了 九哥 小燕 那你们先好好歇息 在下先行告退 那我就住东厢房了 西厢房给你 奇怪 自从进到范英谷之后 就神魂颠倒了 中什么香 走 起来 你干嘛呀 快点起来 大晚上都不让老子睡觉 起来干嘛呀 我们困在这谷里 都不知道多少些时日了 与其这样干等着 还不如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蒙少都说了 除了等谷开 没有别的办法 赶紧跟我一起来施法 小九 你不说地点 让老子施法去哪儿啊 这 不好意思啊 走了 奇怪了 明明以前师长的促成了法术 怎么又回来了呢 你呢 你促成了吗 这范英谷着实奇怪 小九 蒙少说过了 便是天上最具汇根的仙石 想钻进缝隙 也要足足练上三千年 你那点法术 就别白费力气了 不行 我还得再试试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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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哎呀 九哥你怎么怎么 你误会误会 打扰了 你 你 你 什么情况 我相信你